韩国撒满轿的幻灵术 有其独门的一套咒语 据说只要准备好牛肝撒上粗盐 再把指甲插入误督娃娃体内 最后将脑电波调节到特定频率 睁开眼睛 就可以见到附体的恶灵 各位你准备好了没有 今夜就让霞叔带你进入 0.0兆赫的诡异禁地 故事要从咖啡馆里抱着电脑码字的男生说起 因为他曾经写过上千条的恐怖段子 同学们都称其为千条地 苦于创作缺乏灵感 他加入了大学灵异侦探社 对同样是新人的女孩小美一见钟情 首次参与社团会议的两个人 见到了英俊潇洒的社长 俊哥 性感开放的金姐 还有贼眉鼠眼的小嫖 简短的寒暄后 俊哥打开投影仪 向新人们介绍即将开始的寻鬼之旅 四年前 在某偏远山区的农村 有个长发女子 悬梁树日后 才被人发现 家里人为了驱邪避凶 请来撒满女巫做法 结果女巫也暴尸而亡 从此 这户宅邸就成了鬼屋 再也没有人敢去居住 一年前 有个大胆的女生闯入这片地方 无探险 蓝一之道 揽不住 只能提醒他 小心点 别逞强 啊 五个人驱车来到了目的地 村口杂货铺的老板 一听说这帮学生要去鬼屋 很是生气 那户人家死得很惨的 你们去打搅死者 会遭天前的 所有人都没当真 唯独小美皱起了眉头 只有她看到 一个血流不止的女孩 悄然站在老板身后 大白天就能遇到阿飘 这地方果然邪得很啊 走入荒草丛生的鬼屋院子 每一处房门后的黑暗中 都仿佛藏着什么藏东西 可小飘却兴奋地喊着 真的来对地方了 谁都没有注意 小美独自开溜 走入后山的密林 这里的树干被绑上了红绳 似乎被人做成了阴阳结界 天生自带异能体质的小美走着走着 开始头晕目眩 就听身后一阵阴风袭来 再回头时 女孩的肩膀已经被银发老玉 死死地扣住 她见到的不是人 小美重返鬼屋后 整个人就不对劲了 而千条地等人 还在认真准备着夜晚的幻灵术 金姐 作为俊哥的女友主动现身当人际 等她躺平在院子里以后 小飘忙不迭地架好录像摊头 接着又拿出两个误毒娃娃 其中一个简单地掉在房梁上 另一个就复杂了 要先剪下人际的指甲 然后缝进娃娃体内 再泡入血盆当中 最后由俊哥撒下粗盐 一切准备妥当后 俊哥开始念念有词 试者回魂来我身边 急入此阵快快现身 突然 金姐全身惊乱地抽搐了起来 众人连滚带爬的前去查看 没想到 金姐笑了出来 我的演技怎么样 吓到你们了吧 虚惊一场后 众人散去 小飘在野外 看见一只奇怪的黑鸟 飞快地缩进了鬼屋的地洞里 一头雾水的她 回到监视器前 又撞见了俊哥和金姐 再打 暗恋金姐的小飘 咒骂这对不要脸的男女 而千条地前去看望 昏睡的小美 却被小美一把抓住胳膊 你听到了吗 她 她来了 她来了 什么她 千条地回身望去 突然霹雳生起 一只黑爪 悄悄从身后捂住小美 那是银发老玉 让她赶紧闭嘴啊 与此同时 头戴检测器的金姐 脑电波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频率从8.4兆赫 瞬间调到了0.0兆赫 小飘还没弄明白 就听 只嘎一声 门开了 金姐低着头 缓缓地走向了她 女孩扭过头 睁开眼睛的那一刻 小飘疯了 她赶紧叫醒俊哥 又找来千条地 快快 金姐出事了 等三个男人将神志不清的金姐围住 就听女孩喃喃自语地说 救救我 救救我 话音刚落 一股无情的力量将金姐扑倒在地 只见浓密又黑的头发 从地洞中缓缓地伸了出来 女孩惨叫一声 整个人被吞进了腐臭的地洞中 倾盆大雨中 男人们都呆住了 金姐 这是去哪里了 难道真的有长发女鬼吗 就在这时换灵用的收音机 紫紫拉拉地响起了金姐的声音 你们今晚一个都跑不了 听到这句话 小飘直接尿了 这这是死人的声音啊 然而俊哥不愿意抛弃女朋友 疯了一样地砸开地板 在三尺的深坑当中 拽出了奄奄一息的金姐 五个人仓皇坐入到车里 小飘刚要开车 小美突然悠悠地说 快回去必须把雾毒娃娃烧掉 没办法 小飘只好骂骂咧咧地 折返回鬼屋 然而早就瞎破胆的她 没有听从小美的意见 将娃娃丢入到洞口 拔腿就跑 等他们找到最近的医院 俊哥留下来照顾女朋友 其他三个人各自回到旅馆的房间里 此时的小飘再也憋不住了 她看着金姐和俊哥的AVI小视频 拧小着拨通了电话 喂 我这有点猛料 卖给你们啊 随后她又假惺惺地以吃饭为借口 支开了俊哥 眼看四下无人 小飘拉上帘子 翻身 骑在了金姐的身上 摸着金姐猥琐地说 为什么 你是我永远得不到的女人 我哪里不如俊哥 说时迟那时快 昏迷的金姐猛然睁开眼 一把搂住了小飘 将男人按在胸口 长发喷涌三千尺 等小飘反应过来 一切都晚了 另一边的千条地 也没好到哪里去鬼压床的恐怖梦魇 再次降临 半梦半醒间 她就看到衣柜门 滋溜一声 敞开了 一个男孩扑倒在她眼前 被吓到大汗淋漓的千条地 找到小美拍解心中的不安 两个人刚点好外卖 就得知一个震惊的消息 金姐醒了 看到金姐和没事人一样开心的挥手 小美和千条地都觉得不可思议 两个人的脖子 手腕都还留有鬼爪的痕迹 这金姐难道真的没有事吗 金姐醒后最高兴的人当然是俊哥 男人迫不及待地把女友推进房间 他根本没有想到 入睡后的金姐再一次变身了 短短几分钟后外出购物的千条地就看到 俊哥失魂落魄地冲出宾馆 一脚油门狂奔了出去 这是要去哪里飙啊 千条地还在纳闷的时候 手机响了 里面传出的是金姐的声音 喂 师弟啊 来姐姐房间一趟呗 听话的千条地只好推开房门 对着金姐的背影问 师姐 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金姐站起身来 这个女人的眼睛仿佛塞入了两颗荔枝 令人不寒而栗 天旋地转中 她又一次见到了那个男孩 那是她置之不理 最后死掉的童年小伙伴 小明 千条地铺通一声轨道 请求小明原谅 小明哀怨地说道 来啊 把头伸到这个绳子里 我就原谅你 多亏小美沿入小瓢的房间 看到了鬼附身的全过程 也撞破了千条地的幻象 等到千条地恢复知觉 金姐也解除了附体 三个人同时接到了两个坏消息 小瓢的尸体在水池中找到了 而俊哥在黑夜撞见阿瓢 惨死于车祸 失忆至此 小美不再隐瞒自己女巫的身份 她带着千条地和金姐 重新杀回了鬼屋 她必须将长发女鬼 从金姐体内逼出来 施法前 小美告诫千条地 等会儿无论你听到什么 都不要进来 旋即她就带着金姐走入了不好的幻灵阵 此时的她已经和身后的阴法老玉合二为一 他们要共同驱赶这邪恶的会晤 等到脑波频率将为0.0兆和后 小美吹起了圣人的口哨 金姐扑哧一笑 谈作起来 哟 你来找我啊 有本事就试试谁厉害呀 眼看女鬼如此风骚猖狂 小美二话不说 掏出皮鞭 如雨滴一般砸下 金姐疯狂地扭动身体 没一会儿就消失在了黑暗中 小美用手机照亮了墙角 看到了此生最恐怖的一幕 一人一鬼扭打在了一起 金姐模仿小美的声音 把千条地给骗了进来 幻想之中千条地看到的 竟然是猙獰的小美 正掐住了小明的脖子 中了鞋的男人推开金姐 狠狠勒住了小美 翻倒在地的金姐 痛苦地撑开了嘴巴 直到下巴脱臼 长发女鬼终于露出了真面目 从天而降的万千根头发 瞬间带走了千条地 小美冲着地洞大喊 快 快用火烧掉那个娃娃 冲天的火光中 空气突然变得安静了 千条地逃出生天 他们三个人都活了下来 几个月后 当小美在咖啡馆和千条地重逢 无意间跳出来的录像片段 让女孩瞬间石化了 幽暗的地洞中 千条地痛苦地挣扎着 她还在地洞里 那刚才抱着我的又是谁 完了 那只手搭在小美的尖头 她根本不敢回头